现在把时间开放给你说 我觉得老师今天讲的这个情感这一块 讲得好深刻 毕竟我也是 就是已经进入婚姻很多年了嘛 已经就是看得比较淡了 现在已经 我38了 38就看得比较淡了 因为就是从谈恋爱到最后 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嘛 我就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 我感觉我们先生就是 我和他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们结婚以后 好像就是他对待我 特别像和他母亲之间那种互动关系 所以很明显的 你的角色就对你先生而言 你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用来满足他情绪感受能力的 那个需求了 对我就说 是不是男人都是这样 就是他就是说不好听的话 就当时看上我的时候也是说 说我看起来很像一个贤气良母的感觉 您说老师啊 这个对男人而言啊 就是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啊 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啊 是情人加妻子 两个混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你老公的那个 情爱与美感能力的需求 他认为你这个情人 可以满足他情爱与美感的需求 所以他追求你 以及他也觉得 他也觉得呢 你是他情绪感受需求上 所需要的那个 他所投射出去的 妻子的形象 他有从你身上 他接纳了你的女性形象 作为他所投射出去的 妻子的形象 所以是这两个加起来 懂吗 这里有没有听到 就是我在听 就是他在当初选择对象的时候 就是在用他的那种 情绪感受能力 因为他是拥抱者 情绪感受能力是拥抱者 当初他就是要用 情绪感受能力的拥抱者 来选择对象的吗 不是 不是 打个比方 也就是说 你老公呢 有五大人格能力 对不对 你自己也有五大人格能力 对 把五大人格能力呢 他们都有发言权 就他们都会讲话 他是这样说话的 这个你老公的那个 情绪感受能力 基本上呢 跟妻子的人选是有关的 所以你老公的 情绪感受 如果会说话 他会说 嗯 这个女人 是 娶进来做妻子 挺好的 他是这样说话的 以及 你老公 在他所觉得的 什么是美人 什么是他要谈恋爱的 情人 那个如果会说话的 也会说 嗯 这个女孩 把他追来 作为我的情人 是挺好的 所以是这两个的 加起来 你懂吗 不是单一的 就是有两个能力 同时 是 如果再讲复杂一点 他的欲望与行动 他想要跟你交构的 那个需求 就是他的那个 交构的那个需要 他会认为说 那个交构的需要 会认为说 眼前的这个女人 就是我 作为动物性的交构 要攻击的对象 听懂没有 就是他五大 人格能力 都参与了 这个选择 当然了 我们不都是带着 我们的性格 在生活里面过生活吗 难道你是单一切割的吗 当然不是啊 那就是 如果你和别人 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要把这五个面向 都要加进来谈吗 这样说 如果你今天学习的成果 是比较优秀的 你们可能才有同时 有能力去驾驭 这五个人格能力 对同一个人的互动 是怎么样互动啊 但是我要讲的 就是说坊间 坊间很多人的时候 他在看那一张 所谓的蓝图的时候 事实上都只是在讲 情感与美感啊 那就太单薄了 听懂我意思吗 明白 明白你的意思老师 那就是说 我先生他永远是用 他的这人格能力 在与我互动 但是我可以选择 怎么去与他 就是我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 他与他母亲互动方式 但是他没办法 就是我观察了很多次 他就是在同一模一样的模式 在我身上运作 就是我只能选择 去怎么看待这个关系 其实这里面就回到你自身 其实你已经跟他结婚 你已经没有选择权了 你只有接纳 是 你只能接纳说 你看到的你先生 他跟妻子的互动的模式 他等于是在复制 他跟他母亲互动的模式 你是觉察到的这一点 但是你对这一点里面的 那个不满意 其实你不能 我要跟你讲就是说 事实上你不能苛求你先生 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要尊重 那就是他的需要 只是他的需要 他的需要 刚好你不能满足他 这一点你是要愿意接纳 明白 人跟人最难的是什么 事实上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跟你们磨这五大人格能力 跟后面还有五大生命风景 为什么要在这里 这么打磨的这么辛苦 因为这是最负责任的教学 因为只有在这里 把你们建构的很完整的时候 你们才能够去理解说 为什么人跟人的相处 那么不容易 是的 了不了解 譬如说 来你告诉我 你的自由意志是哪一行的 真先者 那你老公呢 他自由意志是哪一行 他是新创者 你所投射出去的 男性的理想形象 外显形象 基本上你老公是pass的 是过关的 嗯嗯 然后呢 来你的这情绪感受是哪一个 那个探索者 那我知道了 你情绪感受是探索者 而你老公 他的情绪感受是拥抱者 你们就在这里不合了 就是情绪感受上不太合法 对你而言 你的情绪感受 其实你会认为 你的老公紧紧的要抱着老婆 这种需要 简直就让你不自由了 对对对 我就是特别 感觉就是 真的是觉得家庭 就是一个 说不好听 就是有点负担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 哎呀 我走到哪 我都要扛这个包裹 累死我了 对吧 是是 确实有 我们现在所谈的 是跨学程 也就是说 在我跟你所谈的这个内容 事实上是你们 第五阶的课程 那张阶梯表是第五阶的东西 但是我透过第五阶东西告诉你是说 事实上你要先从自身去做所谓的感悟 就是你要了解 你自己作为一个女性 你对于妻子的形象 那个理想的形象的期待是你要自由 但是很不幸的 很不幸的 你就嫁给了一个 一个男人 他要妻子的形象 是要跟这个男人 叫做紧紧抱在一起的 所以你当然觉得不自由 理解了没 我理解 我理解老师 那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两个人 不管他们怎样 反正五大人格能力 总有不合拍的地方 不可能完全合拍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你自己就是不完美的受造物 你的另一半 怎么可能也是完美的受造物 人 我跟你讲 如果我们很完美 我们都不用来了 干嘛还来这个娑婆众生受苦呢 是不是 也不用来享受了 因为该享受的 你都享受过了 如果你的灵魂 已经进化到完美的阶段了 你不用再来娑婆世界了 理解吗 明白老师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想说一下 就是上周的时候 你说了一个 我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说就是 有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说是没有真相 对 就没有真相 那就说我们 所有的 包括过往的感受 记忆 所有这一切 就像我们的个人历史 实际上都是透过我们的人格 来运作的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那人格 他反正也是 就是 就不客观的 他就永远是以自己的这个角度 去看问题 是 那就说我们其实 没有必要去执着于我们过往的记忆 是不是可以 就是说 当时发生那个事情 当时那样解读 但实际上 这个解读只是当时的一个片面的 客观的解读 刚刚我们的PPT里面不是有提到吗 我们的感官怎么来的 不是透过所谓的经验而来吗 我们会唤起我们过去的对某个事迹的知觉啊 是不是 嗯嗯嗯嗯 我只要是唤起过去的知觉 不就等于 比如说 你就是曾经摸过一个东西 摸起来很舒服 我随便举例啊 比如说你曾经摸过一个东西 摸起来很舒服 所以当初你在跟你老公谈恋爱的时候 他牵着你的手的时候 哎 如果唤起了刚好你曾经摸过什么东西很舒服 是不是这个感觉就会结合在一起 对 对 是的 是啊 其实我们是不是很受限于我们在时间线上的 刚刚不是有提到吗 感官的知觉里面是不是也有所谓的时间线 过去现在未来 嗯嗯 是啊 所以你觉得我们有需要那么执着于在过去曾经满意的知觉里吗 没必要 因为 特别是有一些不好的印象 但是始终好像就是紧紧抓着不放 就是某某可能曾经伤害过我们 他当时说那句话 或者当时对我们做那件事情 就是记忆特别深刻 每每想起来好像那种感觉又浮现出来了 那种感觉 我跟你讲 我讲一句很粗的话 你们就会觉得我讲这句话太经典了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他妈的觉得自己太重要了 是 确实 对不对 嗯 这个这句话好像是某个电视剧里面的台词 所以有句话就说我们之所以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 就因为有这个自我 所以我们才会痛苦 就是我执嘛 但这个我执 佛家是讲我执两个字嘛 我们这套知识就帮助你们拆解 你的我执其实有十个 就是在我们这个学程里面 就是一阶二阶三阶里面 我们就是要教你 你有十个我执 其中五个是来自于你的人格 其中五个是来自于你的生命的 所谓的你生活里面的那个 本来就赋予你的这个生命风景的因子 那个元素 所以我们有十个我执 那你想想看 你带着你的十个我执 你老公也带着他的十个我执 那你觉得这是不是 各自带着 你就这样想象 我跟你讲 你们现在闭起眼睛来想象 你跟你老公呢 事实上是两个人 结果两个人背后都有十个人 总共有二十个人在你们家的客厅里 你觉得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反正就挺乱的 我跟你讲 这里面一定已经开始在打架了嘛 对吧 是的 有时候觉得太 感觉生活好像是 没有希望在那种 就没有办法了 无能为力的这种感觉 所以啊 所以你们现在学这套知识 活着睿智跟美善 不就是把那十个我执 给他认识清楚吗 然后叫他乖一点 稍安勿躁 因为你不稍安勿躁的话 是对方怎样 你不稍安勿躁 你就会激起对方张牙舞爪 你想想看嘛 我现在就叫你闭起眼睛想啊 你就知道你们家客厅 已经挤满了二十个人在打架了 那当然有的会互相和好 有的会互相和好 有的已经在打架了 然后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合纵跟连横啊 知道吗 怎么叫合纵连横 有的会说 他去找其他的帮手 来跟另外一个 他要干架的对象干架 确实要自我修炼 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 想问一下 不管是上一次 还是就是这五大人格能力 就是比方说情绪 情绪那一块 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孩 打比方说 我看到他的这个情绪的能力 这一块的这个 就是不太好看 不好那种 上次我们也讲 就是一个妈妈 怎样对待一个孩子 怎么样照顾他 怎么怎么样 培养他的这个情绪 能力这一块 如果他在这个上面 就是一团乱麻 作为一个母亲的话 能有多大的能力去改善 男的女的 男孩男孩 男孩 那就是这个男孩 从他的情绪感受上 他所接收到的 他所接收到 来自于母亲的对待关系 尤其是在情绪滋养的 对待关系 其实就是不良的 所以你作为他的母亲 你就要反观自喜 为什么你的儿子 会有这个现象 为什么他的情绪感受 会有这个现象 可是他天生 就是这个现象 那你是从先天的角度讲 那你为什么不说 他就是跟你之间 就是有那个缘分 可是那个缘分 是要在 是要在他出生之后的 每一天上演 而你就是跟他扮演 出生之后 每一天上演的那个人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作为一个母亲 我看到了这一点 我进行自我关照 尽量在各方面 给他一个良好的照顾 这样的话 对这个有多大的改善 我们有多少能力 能改善这个结果 当然会相对好一点 也就是说 你已经知道了这个现象 而你也愿意在这个现象里面 保持比较高度的觉察 然后去做适度的调整 你当然会比一个 不知道这个现象 而且没有觉察能力的 那个母亲 你会来的细致 这是相对 但我不能跟你说 我不能跟你说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情绪感受 他感受到来自于 他母亲所对待的是一个 对他而言 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有情绪困难的 没有办法 这样说了 你就去想 就会引动出 你的小朋友 情绪感受的阴暗面 你就去了解 那个阴暗面是什么 你从那个阴暗面去下功夫 你现在所问的问题 其实你现在所问的问题 都是必须 你必须完成 三个阶段的学习 你必须进入动态的 你必须进入 人跟人的复合现象之后 你才有办法 自己叫做说 知道那个全貌 知道吗 所有刚进来的人 其实所有刚进来的新生 都会跟你一样 都会问 所有超学程的问题 但是我回答你们 其实我现在之所以 愿意回答你 而没有完全拒绝你的原因 是因为 我这样讲 更能够让你马上明白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明白只是一个 很浮面的明白 不是真正的明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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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